如果说到二战中最邪恶的国家首脑 你会想到谁 是对600万犹太人发起种族灭绝 将20亿人口卷入战争的欧洲噩梦 阿道夫希特勒还是一手创建法西斯 在成为意大利元首后 更是用戒死器堵死10万平民的莫索里尼 可还有一位日本坏种 为了自己建功立业 将整个亚太地区卷入灾难 先是靠亲爹大政天皇得到皇位 在发动侵略战争失败后成为了头号战犯 又靠野爹麦卡阿瑟保住了平安 他就是为日本招来核弹的招合坏种 欲人天皇 真实的故事比你想象的更夸张 1901年初夏 欲人天皇出生在东京皇宫 人字是日本皇室男性常用名 欲则是取自汉籍尚书里 欲乃以弥宁 意为社会富足人民才能安宁 按日本神话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后 日本这片土地上有一对亲兄妹 他们繁衍后代后才有了各州的众神 日本皇室为了保证天神的血统不被玷污 就一直近亲结婚 奇葩的武裂天皇 甚至把亲娘娶回家当了妃子 近亲结婚也让日本皇家子嗣 不是智力障碍 就是阴年夭折 欲人的爷爷明治天皇 腿部有残疾 父亲大政天皇脑部有残疾 欲人更是脊柱侧秃 手部残疾 天生近视 明治天皇为了让孙子平安长大 就把欲人送到了海军中将 川村淳一家 老将军成皇成孔的伺候 小欲人童年里能遇到的最大危险 就是抓虫子时摸到地上的潭 到了六岁时 欲人进入皇家幼稚园上学 他愚蠢又呆滞的模样 经常遭到其他小亲王的嘲笑 亲弟弟庸人更是一言不合 就把欲人撂倒 按在地上暴揍 虽然欲人身体孱弱 但性格却很傲娇 第一次见到首相贵炭郎时 不仅不害怕这名陆军大将 反而命令他 老爷子你来得正好 过来给我当马骑吧 对此仲成伊藤博文欣慰地说 看到皇松殿下谈吐从容 老臣也是打心眼里高兴 少年时期的欲人 师从乃木西点大将和东乡平巴郎元帅 这两个凶神恶煞的白胡子老头 命令他冬天不能烤火 还必须光身子站在室外 直到不再发抖才能进屋 作为体面的皇室成员 欲人一共要学十四门课程 第一门课就是伦理 但可笑的是 他的订婚对象却是自己的堂妹 堂妹梁子家里不是色盲就是色弱 大臣们都劝他们毁婚 眼看就要解除婚约 梁子的父亲也是欲人的皇叔威胁道 如果硬要这样 那我就先瞎到梁子 然后就全家抛妇 大臣们一听只好作罢 欲人和梁子顺利订婚 父亲大振天皇也成上了丰厚的彩礼 两坛清酒 两条鲦鱼 外加五匹布料 日本从明治时期就保持着节俭的作风 欲人也很好继承了这股家风 1921年出访欧洲时 在法国荣军院里平吊拿破仑 他大手一挥就捐了400美元 以彰想皇国的大气 陪同的被当元帅 从没献过这么抠的国家首脑 就带他逛了逛免费的博物馆和一战遗址 在英国期间 欲人又认识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爱德华王子 他羡慕英国王子可以去夜总会喝香槟 看美女跳舞 回到日本后也办了一场特色红巴 数十名一季和几十名呼朋狗友 在赤板离宫饮酒作乐 酒行过敏的欲人一杯就倒 几个年轻的军官就笑他酒量太差 更有一名衣官喝得烂醉 居然让未来的皇后梁子陪酒 元老西元寺连夜赶来 才阻止了这场闹剧 西元寺刚忙忙这头 另一则消息又吓坏了老灯 欲人亲爹大政天皇彻底疯了 正骑着马在宫里横冲直撞 还拿着马鞭指挥乐团唱歌 有几个军乐手已经被他的鞭子抽成了斑马 1921年11月25日 皇族会议和书面会议一致决定 让欲人代替已经疯了的大政天皇设政 接管这个5600万人口的国家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汉密尔顿曾说 先生你的人民是一头野兽 欲人刚设政 马上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力量 此时的日本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 加上连年扩张 国内空虚 击寒交迫的民众 发起了282起工人运动 和3414起农民运动 参与者近百万人 1923年时 日本又爆发了关东大地震 170万人受灾 30万对房屋被毁 在日本神话里 每当天照大神对他的皇子皇孙不满时 地下的一条巨大鲶鱼 就会暴怒 从而引发地震 在古代 大地震后 天皇都要退位谢罪 欲人只好将矛盾转移 称是在日本的外国人 招职了大神的不满 开始大肆迫害各国侨民 一名叫做南波大柱的青年 在报纸上看到欲人即将在东京参加一场活动 就奔袭一千公里 从山口县冲到东京 拿着一根伪装成拐杖的手枪 冲向欲人的砖车 连放两枪 可欲人只被玻璃碎片划伤了耳朵 经过审问 南波大柱的父亲是议员 和前首相伊藤博文有私交 前首相从国外带给大柱的父亲一把拐杖 叮嘱他 这东西看似是拐杖 实则是枪 大柱在一旁听后如获至宝 行刺欲人时就偷走了这把拐杖枪 日本议员的儿子 拿着首相给的枪去行刺日本天皇 说出去都游辱国体 为了证明日本不存在反抗皇室的人 审判院威逼利诱大柱 只要他承认自己是受到外国人蛊惑 就能免去一死 大柱被言行拷打了一年 都坚持自己是在为民除害 最终被枪决 经过皇室研究 为了洗刷这一系列天灾人祸 决定用欲人和梁子的大婚 好好冲冲会起 可就在婚礼前一天 一名朝鲜人就向皇宫仍利没炸弹 日本政府只好派出大批警察 还雇佣了包括黑龙会在内的 十几个黑社会团体维持秩序 全国放假一天 婚礼才顺利进行 两年后 神经已久的大众天皇终于驾崩 当晚25岁的育人拿到草剃剑 八尺穷钩 玉洗和国洗 继任第124代天皇 按照日本年号 必须出自四出五经的惯例 大臣们又把上书翻了个遍 在谣点中抠出一句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 抽取昭和二字 作为新的年号 开启了昭和的新时代 1926年12月25日 昭和天皇御人登基 他迫不及待地想效仿祖父明治天皇 开拓万里波涛 布国为于四方 发起侵略战争 土肥元贤二提出要以日本人为盟主 联合汉满猛韩 建立五旗共和国 板员征四郎和石渊王二 在东北发动事变时 御人都默许 并派兵支持 更是扶持了末代皇帝溥仪 建立维满洲国 1937年7月 日本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 摩天口莲也大佐 侵入卢沟桥 海军陆战队又以两名士兵失踪为借口 在虹桥机场挑起战争 这些事件 御人都不断增兵以表支持 他甚至还鼓动士兵 只要攻入南京城 就能得到他赏赐的一杯御酒和十根香烟 更是鼓励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 这些举动 无疑更加刺激了日本士兵的兽性 开战后 御人还焦急地询问陆军大臣珊珊元 多久能打完战争 珊珊元担保 三个月内一定解决 可直到两年后 日本非但没有获胜 反而陷入了战争泥潭 1939年5月 御人任命大臣策划北上苏联 在哈拉哈河一带 再次以士兵失踪为借口 对外蒙军队提出搜查 在遭到拒绝后 主动挑起了战争 诺蒙侃战役中 苏联派出诸可夫将军 又炮弹雨和钢铁洪流 给日军上了一刻 东条因机就预谋难下 进攻太平洋地区 日本保守派主张通过谈判 先拿下法属殖民地 法国人已经让出地盘了 可东条手下的傅勇攻刺 却突然进攻 把已经投降的法国佬暴揍了一顿 引起国际一片哗然 御人面对一片谴责 不仅包庇下属 更是积极推动进攻太平洋地区 他再次询问珊珊元 多久拿下亚太地区 珊珊元照例 后置脸皮承诺 只要三个月 御人再次追问 能绝对赢吗 珊珊元小声回答 不绝对 为了尽快展开太平洋战争 甚至破例将一名号战陆军中将 提升为大将 还任命他担当首相 此人正是臭名昭著的 甲级战犯东条因机 1941年12月1日 御人召开御前会议 正式决定对美开战 为了确保偷袭成功 他决定先用谈判打掩护 但为了不让人们谴责 他们进行了无耻的偷袭 又下令在进攻前半小时 递交一份宣战通知 清晨 日军两轮鸡群突然袭击 让珍珠港变成一片火海 远在东京的御人一夜未眠 说到其袭成功的消息后 才如是重负的睡去 几个小时后 他起床参加一系列预定的庆祝仪式 还发了一份广播诏书 其中讲到英美两国助长东亚霍乱 假和平美名称霸东阳之野心 帝国为了生存和自卫 只有依然奋起 粉碎一切障碍 两周后 御人接见珍珠港功臣 山本五十六和南云中一 听到山本极善赌博时 就赞扬山本这场军事豪赌 守仗告捷 南云第一次见天皇 满嘴操着家乡的粗话 天皇也大发慈悲地宽恕了他 在珍珠港战役胜利的思议下 御人的野心急剧膨胀 催促南下太平洋 负责进攻菲律宾的本间雅琴 向他承诺 要把驻菲律宾总督麦喀瑟 抓回来给天皇看看 可麦喀瑟却跑了 御人已经有点龙颜不悦 但听他说 日军只用了四万人 就击溃麦喀瑟十万大军士 又露出了微笑 马来之虎 山下凤文 自创自行车闪电站 攻破马来 俘虏了十三万带鹰士兵 金村军大象被炸沉到海里 自己游了上来 还占领了爪哇岛 一张张捷报 传回皇宫 御人已经控制了 七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和约四亿人口 他自认已经超越了 祖父明治天皇 向世界证明了 什么叫日本不大 创造神话 1942年4月18日 御人突然听到寝宫外 一连串巨大的爆炸声 就被下属带到了地下室 当起了地宝男孩 美国16架B25轰炸机 空袭东京 还炸毁了川崎飞机制造厂 日本自甲午战争开始 就一直在赌国运 奈何地小物息 40多年 国运已经赌光了 从御人遭遇空袭开始 就走向了下坡路 中途岛一战 损失四艘航母 但东条英机却忙着天皇 不敢上报 瓜岛战役失败后 御人得知美国 几天就能建一个机场 日军却要一个月才能做到 他才意识到 两国的差距有多大 但他并不自我反省 反而指责三本56 质疑他战争的进展 为何如此让人失望 三本无奈的回信诉苦 称自己已经一夜白头 还写下诗句 抒发壮志 立下中军报国志 江场粉身心也干 半个月后 美军就帮他完成了壮志 打死了在空中巡查的山本 御人又得知 北太平洋的阿流深群岛上 有2600名陆军 因缺乏海军援助 而全军覆没 就责问参谋总长 海陆两军是否团结一致 他不知道的是 手下的海陆两军 形同仇敌 在海上经常互相开火 甚至连飞机上的螺丝 都是反着您的 更糟的是 御人还收到了 中英美三国联合发表的 军部坚持作战 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御人的默许下 神风偷攻队 开始了一人换一箭的壮举 事实上 这帮鬼子已经不是在开飞机 而是在开炸弹了 军部天天向御人谎爆战况 集成的航母和战列舰 已经比美国造的还多了 御人也揣着糊涂 夸赞神风队汗部未死 而这些飞行员所谓的汗部未死 而是上级早已把苍蒙汗死 战争很快逼近日本本土 美国人就以暴制暴 轰炸东京 御人贾行行的出访 安抚百姓 即使下属已经把许多尸海掩埋 但他还是忍不住的感慨到 这样的惨状 是关东大地震的好几倍 在轰炸中 御人的皇宫也遭到了波及 正殿起火 他意识到战败已经成为必然 可他在意的是 如果投降了 国体会不会改变 自己会不会退位 另一边 盟军也要做出选择 如果继续战争 战争的烈度必然会上升 会牺牲更多士兵 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 做出了第三种选择 用种史上从未有过的武器 唤醒日本人的恐惧 逼迫他们投降 1945年8月 日本列岛 弥漫着夏日独有的热浪 两枚原子弹 在广岛和长崎 将温度提升了数百倍 御人意识到 再抵抗下去 即使归缩在地堡 也无济于事 就坚定地从主战派 导向了主河派 8月8日 苏军在远东 发起风暴行动 钢铁洪流 碾压日本关东军 直逼日本外海 核弹彻底摧毁了 御人抵抗的决心 只好选择投降 在录音棚里 他拖着从小练习的文语题 阴阳怪气地开始吟唱 把投降书润色成了中战书 得知投降的消息后 一伙青年军官不解 陈等争与死战 陛下何顾先祥 就想发动兵电 抢走录音带 结果还是失败了 8月15日 电台里传来了 日本王牌播音员 和田信贤的声音 我们有重要广播 请全体起立 收音机里传来了 御人阴阳怪气的声音 日本投降了 皇宫外一片哀嚎 一个又一个重臣 接连切腹 御人只能在皇宫里 绝望地等待 等待一个蓝眼将军的到来 美国五星上将 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卡瑟 带着征服者的步伐 踏上日本列岛 本间雅琴要抓来的将军 现在主动来了 为了保住皇位 御人不得不亲自上位办访 懂得建立个人IP的麦卡瑟 抓住机会 和御人拍了张合照 麦卡瑟在回忆录中记录 我递给天皇一支美国香烟 天皇表示感谢 并接过香烟 当我给他点烟时 天皇的手抖得厉害 麦卡瑟看到 最凶的日本太军 在御人面前 也会化为最温顺的奴仆 他找到了统治日本的密码 即使天皇在战犯名单 排到了第一位 麦卡瑟却还是包庇 为了给天皇找一个背锅侠 归缩在家的东条英姬 就倒了大霉 他对着自己的心脏 打了一枪却偏了 反而被美军抓走审问 东条声称自己指军人 执行天皇的命令罢了 美军觉得东条老了 记性不好 就把他带到监狱 进行了大记忆恢复术 一套操作非常有效 这次东条思维敏捷 言语清晰 都是我蛊惑了陛下 所有的战争都是我发起的 天皇对这些决策一概不知 御人一生中 最应该感谢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亲爹大政天皇 给了他皇位 另一个是野爹麦卡瑟 保了他平安 不只是美国人 把他们称为父子 连日本人也把麦卡瑟 叫太上皇 在野爹的苦课下 御人经常十天也不愿洗澡 更是连饭都吃不下 他重新捡起 自己的爱好生物学 在花园里辨别杂草和昆虫 野爹将他保护得很好 还是像小时候一样 所能面对的最大风险 就是摸到地上的潭 御人曾经在路上 看到一条蚯蚓 就站了整整15分钟 保证没人会踩死蚯蚓才走 但他的军队制造了无数杀虐 百姓因饥饿而卖身 他却无动于衷 1971年9月 御人像年轻时那样出访欧洲 可待遇却截然不同 在丹麦 有人向他撒粪泼尿 散发抵制传单 在英国 他种植的山树 第二天就被热心市民 用浓硫酸浇灌 在荷兰和德国 愤怒的民众 用西红柿和啤酒瓶砸他 失去权力 用人人喊打的御人 就将生活重心转移到了怀念过去 频频参拜 禁国神策 在这期间也一直被各种病痛折磨 自1988年9月后 病情就极度恶化 日本政府全力抢救 仅输血就达到了3万毫升 又为他的生命延续了4个月 可笑的是 这么一个东亚恶魔 临死前还在习民中的血 直到1989年1月7日 这个早就该被处死的战犯 终于在病痛中痛苦死去 罪恶之人 终将永远被钉在 历史的树柱上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关注 为你带来更多硬核故事 我太杠 我们下期再见